持续要带你关心天气 淹水后的开学日 这个康瑞的台风雨势还是很惊人 虽然呢 台风现在已经离开了 但是气象局还是持续的对中南部地区发出好雨特报 那么也要提醒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要多加注意 周三周四两天受到康瑞台风影响 为全台带来丰沛雨量 尤其是中南部地区持续的强降雨 单日累积雨量最高更高达700毫米以上 导致灾情频传 虽然台风已逐渐远离 不过气象局提醒 中南部还是要预防较大雨势发生 台风虽然离开 但是一直到周秋假期 天气都还是不稳定 周六更有入秋以来的第一波封面报道 各地恐怕又会有短暂争雨 受到封面影响除降雨之外 温度部分也会稍稍下降 周日北部低温下滑只剩22度 中南部地区24到25度左右 感觉会稍稍偏凉 提醒民众周秋假期出门 最好再加件保外套 UDN TV 陈建良台北报道